这也是张家大使告诉我的 他给我一个定性碗 他说你只要发心 你的一生 佛菩萨照顾你 你不要为自己 这个生活 这个 这个 这是衣食住行 为这些东西 你不要去想这些 不要操这个心 一切都是佛菩萨天地安排 我听了这句话 真的得大使用 一生从来不像自己 顺经 佛菩萨安排的 秘境也是佛菩萨安排的 所以 总是用个感恩的心 出世待人结果 那顺经里面 做什么功夫呢 断 贪念 顺经不可以贪念 逆经里面 断成会 断贪成痴 所以佛菩萨给我安排的环境 是要我在那里断贪成痴的 如果顺经我起贪心 哎呀 这好喜欢 逆经就起怨恨 那就完了 那佛菩萨就走了 不会再照顾你了 你就入了 磨境界了 顺烦恼吗 顺经 顺烦恼 喜怒该 乐该无 又是烦恼啊 逆经也顺烦恼 那个在境界里头 天天增长 贪成痴漫 那果报 就散途去了 这个一定要懂得 佛菩萨 对于真正修学的人 照顾的无为不止 在你的境界的时候 你不要害怕 不要恐惧 因为害怕恐惧 也是烦恼 你能够有关照 你想想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驻法实相 刹那生命 了不可得 心就平了 那就是要看破 所以看破之后 放下 放下一切 疑虑 恐惧 不畏 通通摸下了 佛菩萨 佛菩萨照顾 谁是佛菩萨 除自己之外 各国人都是佛菩萨 云飞软动 也是佛菩萨 树木花草 也是佛菩萨 山火大地 也是佛菩萨 哪一个不是佛菩萨 你就晓得 你有多少佛菩萨 在照顾你 你怎么会不成就 我们 我说这个话 不是想话 华严经末后 善才童子 五十三参 善才童子 怎么成就的 就是这么成就的 菩提道上 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 才真正做到 情绪啊 谦卑也 别人统统是老子 统统是善友 善友就是善知识 空腹自说 三人行 必有无私 一个善人 一个我人 一个自己 善人 想想他的长处 好处我 有没有 没有 向他学习 我人 我反省 我有没有 他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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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善 地方 如果有 改正 不都是老师 一个从正面教我 一个从反面教我 才把我教出来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感恩是信的 自信里就有的 傲慢 自信里就没有 你明白这些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天天在用功 从早到晚 没有离开佛菩萨了 尽叫 是我们的依据 拿着尽叫 来核对 我们的境界 统统对得上 发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 我们自己 被佛度化了 才能帮助佛 借淫众生 怎么去做好样子 像释迦牟尼佛 自己先做好榜样 别人来问你的时候 这是言教 不问的时候 深教 深行言教 帮助祝福菩萨 接近大众